完蛋 我好像要哭了 我看一看 哇 咦 Oh my god 那個Mindy 他就叫 Oh my god Mindy we're so proud of this 然後你可能 Google 金鑼鳥是吧 平常思逸 事業就會成功 這個是一年兩年 我自覺的思逸是因為我成功學生很多 旁排歌爆爆 Melody主持三年就入圍金鐘 斷十七年婚姻感言學到了 下一組頒獎人士 話可能也會有點多的 沈玉琳以及Melody 啊 我不就跟你說啦 三年前我們放彩頒獎 竟然有我們入圍了 他說 我說 你是得獎嗎 我說 放假 不要放假 放假 是 很難冷靜 Melody以本來國語都說不好的 ABC身份才接十一點熱炒店三年 正風光入圍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公佈入圍那天 他才從巴黎回來早上五點抵臺 緊接著工作錄影 玉琳哥在我這個環島 我好像要哭了 喜極而泣的他接受電訪 爆料搭檔沈玉琳更瘋啊 上禮拜三就跟我講 他一直買好 我改夜想好 你會做得太快了 他說 因為呢 這個名單要想清楚 因為呢 他總共就兩分鐘 還有一分鐘 我說 Don't worry 我會我身為媲媚 我說我已經把那個 你會從法庫 就讓他往下架 所以我會講感謝你 我說你不會有問題的下落 我說 我後來發覺就是說 即使你這邊很開心 你真的很開心 可是其實還是要做 對 小孩工作還是要看 工作還是要進行 你沒有辦法真的很開心 因為每天的日子 還是 每天就連續孤孤 對 所以就是職業婦女 很新鎮 如果你要弄就弄什麼 請哪一路呢 因為呢 姐姐我已經吃 四肥了 休息可能就有 就是那個不同的年齡 只要做不同樣的事情 喔 對 可以講一下嗎 配偶蘭 因為我覺得 一定很多人會有這樣的疑問 我們發現很多婦女想聽離婚這一題 感情這個真的讓我很疑惑 因為你跟自己有交談 所以你就是事業得益 挺長事 哈哈哈 差不多的經歷良好 誒 要聊到正題了嗎 簡單前情提要 他年初和結婚17年的富商老公離婚 7月7日斷腸時功夫回單 對我個人來說 我把自己斷斷 到20年來看作 自己的非常完美的學習過程 是 然後我都覺得 私底今天我從頭學習很多 我和我兩個可愛的 屯膩還是有助的很好 but that's the beauty of life 暗力娛樂新聞 杏林雞湯報導 他說 我跟你講 我要去迪娃爾 然後我要去買多人洗妝 然後他在看我 我買好了 全套 鞋子 住襪子 襪子才對我猜的 看粉紅的襪子 粉紅的襪子 粉紅的襪子兩個都大 好 好